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去到這個Fun Topic 青PP 的環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第27課 分子遺傳學 Monocular Genetics 當中 有什麼過去歷介 有問過 當中讀這課的時候 其實讀這課 以前會考年代 沒有讀這課 但去到A級範疇 就要讀 轉讀和轉譯 其實當年A級範疇 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Transcription 和 Translation 究竟怎樣讀 而且內容 深了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DSE的同學去到這課 都很難去掌握 今天希望的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去掌握 首要的第一題 和第二題 其實都是跟大家去分享 一些會考的題目 第一題其實沒有任何題目 因為其實 講解這段影片 是因為很多時候 同學掌握不到轉綠和轉譯 如何讀 所以其實如果你讀這個課題的時候 你覺得有疑問的話 我歡迎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講講轉綠和轉譯 究竟怎樣讀 你看了之後 你就會掌握到 其實整個轉綠和轉譯的要點 究竟是什麼 第二題裡面 就是 突變出一個顯性的特徵 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一些很場景式的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當然是看回當年的 史題裡面的問法 而這條題目其實就是 其中一個網友想我解釋一下 所以其實這條題目 都極具參考價值的 所以真的去看看 如果突變 是突變了一個顯性的特徵 究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好 接著我們就講第三四五六 第三四五六裡面又講些什麼 就是講細菌快速演化的成人 當中裡面其實是跨課題 運了演化那課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去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回這一年的史題 好了 當中這裡 這個PPE 就是應該是這個Pattice Paper 練習卷裡面的其中一條題目 就是講 如何令 總群的性狀 突變增加 那怎樣可以利用到突變增加 你看到其實這裡 就寫了這個基因的突變 OK 那其實整個情況 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那這條史題呢 就值得去看看 OK 因為其實 過去又好像沒什麼 這樣問過的 OK 真的 這條題目也挺有趣的 好了 接著呢 真的去回整個 DSE的Pattice Paper 過去問了什麼呢 轉錄轉逆的理解 大家真的要好好掌握 轉錄和轉逆整個過程裡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去到下面 一條長問題 就是問檢索表的限制和功能 其實當中的答法裡面 又要搭到什麼 安基水圓序列 減基序列 那些 所以其實呢 當中其中有一部分 大家真的要看看 這裡的情況 好了 繼續去看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那當中呢 這裡 大家真的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又或者呢 A level 其實整份卷裡面呢 文法裡面呢 很著重那個 文那個 什麼編馬古 密馬子 反密馬子 OK 接著 什麼 沒有版古 所以呢 其實這裡 真的要提示大家 一些字眼 大家會這樣掌握的 例如 編馬古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複詞計圖 有一個 就叫做 沒有版古 OK 落到沒有版古 就是幫助你去抄 那條 MRMA出來 OK 接著呢 TRMA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這個 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 反密馬子 Anticode OK 密馬子在哪裡找到呢 在這個 MRMA找到 OK 而去到 你見到 12年 或者13年的話 都很著重於 這方面的文化的 OK 留意回這裡 而當中裡面 其中一條的MC 就是 大家要好好掌握 A對T C對G 那個理解 OK 那你見到呢 這一圖裡面 其實都是幫助大家 去掌握什麼 編馬古 把密馬子 接著密馬子 接著 那個 簡機的比例 A對T C對G 接著又是密馬子 G的事項 所以呢 其實 你真的讀的時候 在分析這個PP 那時候 過去分項目的PP 那時候 你都要掌握 哪些 其實就是 巧克的要點 好了 接著 去到 11至14 11至14 裡面 有些什麼 大家要留意的呢 首要的 第一件事 就是 一條長問題 就是 蛋白質的構造 和功能的關係 那為什麼蛋白質有不同的構造呢 因為有 前面 有不同的 胱基酸聚裂 不同的胱基酸聚裂 有不同的 簡機聚裂 OK 大家要留意清楚 那個胱基酸聚裂 胱基酸聚裂 簡機聚裂 然後 才去到 那個蛋白質的合成 究竟那個 Gene Expression 去到 Potent Cephesus 究竟那個 的情況 以及去到 不同的構造 就會出不同的功能 留意這方面 OK 接著 這裡 裡面說些什麼 這裡 提出一個 合理的理由 解釋現象 當中 其實就是 這個 要讓大家 分析 接著 有興趣 看看 技巧 究竟是怎樣 接著 去到第十三題 又是問回 一些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就是問回 一些 轉綠有關的分子 所以一定要熟悉 轉綠 轉綠 然後去到 下面 你又見到 Gene Expression 就是基因的表達 一條長問題 來的 如果我看回 煤的活性實驗的話 就是問回 你狗 和狼 那個實驗 那條題目 想告訴你 都值得去看 因為其實挺難的 這個Gene Expression 基因 表達的層面 OK 我記得是 一個 澱粉 煤的活性 這條題目 挺過癮的 而當年的 Markup Report 其實 這條的比願 是極差的 留意這方面 好了 接著 到 15 16 17 18 那當中 又問 什麼呢 就是 剛才說的 Mine Map 都說了 大家一定要 分得到 這個 染色體特變 和基因特變 基因特變 是說 簡機敘利 影響 氨基酸敘利 好了 染色體的特變 是影響 染色體的 數目 和結構 OK 在核型 就是 觀察到 染色體特變 但是基因特變 是用顯微鏡 在黑型中 看不到的 好了 而這條題目 也挺有趣的 就是 比較不同的 動物製造 不同的 脈牙糖梅 記住 這個其實是 說著 基因表達 所以這條題目 值得一看 究竟 不同的動物製造 不同的 脈牙糖梅 當中的理解 那個思考模式是怎樣 好了 接著就去到 17年 又是說著 轉錄裏面 做問題的技巧 又是說著這幅圖的 好了 而那個 蛋白質合成 其實是哪裏合成的呢 是在這個 粗醋內側網 有個核糖體 在那裏 有個 在那裏 在粗醋內側網裏 其實就是 說著 那個 轉 液 OK 這條是一條問題 OK 留意 究竟 我記得 在細胞核轉錄 以及 去到 粗醋內側網 整個轉錄 和轉液之間 有什麽關係 OK 頗有趣的 這條題目 學一下 記得怎樣去表達 以及怎樣去寫 好了 跟著 就應該剩下 最後那兩條題目 最後那兩條題目 裏面 都頗有趣的 其實它是問回 三親嬰兒的技術背後 那件事 而當中裏面 其實這裏 它就問了 基因的特別 如何令到蛋白質合成 OK 和氧化鈴酸化作用 產生出來的產物的重要性 我想你要著重的就是 第一點 那個基因的特別 如何影響那個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其實呢 當你讀這個課題的時候 你又讀了這個染色體 基因 核酸 跟著你又讀了這個 蛋白質合成 跟著那個 基因表達 而去到最後 你做特變 而其實 你讀這麽多東西 去到最終 你都是想讀些什麽 讀蛋白質的合成 然後基因如何影響 蛋白質合成 所以整個的要點 那個的transcription 和translation 那兩個過程 非常之重要 和那個表達的形式 OK 所以呢 希望呢 今天的fun topic 稱PP 第27課 分子遺傳學 Molecular genetics 可以幫到大家的手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拜拜